如果我今天工作表要自動新增 自動插入一個工作表 然後自動重新命名 名稱的話就是關鍵字名稱 然後呢就把那個關鍵字放進去 另外呢也可以讓使用者自己輸入關鍵字 我示範這個給各位看 比如說這地方我只是簡單的改了幾個城市 然後呢執行起來之後的話 這邊會出 出現那個關鍵字嘛 比如說我今天關鍵字叫中校 中校東好了比如說這 想要查一下 有多少人住在中校東路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可以怎麼樣自動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叫做中校東 然後並且把資料扣到裡面去 這樣子那如果再下一次也是一樣 但最後你可以增加一個按鈕 這邊的話比如說我要知道誰住在仁愛路上面 比如說輸入一個關鍵仁愛好 然後呢這個仁愛OK一個確定 它會自動方法產生一個什麼呢 一個 仁愛的一個 這個 工作表 然後把資料放過來 我就可以知道 這資料都有了 好就直接 參考一下知道誰住在 仁愛路 幾段這邊都有 OK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實際上我只有 多了 多的寫了幾行 城市 就可以完成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 我在這上面增加一個input box 這應該沒問題 這前面我們用過就是 那我增加了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名稱叫S好了 S 這個變數就是取得 使用者Key的 一個字串 放在這裡面 S 然後底下都不動 再來的話呢 就是要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那我們 剛剛 剛剛只有一行 就是 放在 Range A1 A1上面 但是呢 我要 怎麼樣新增 一個 一個工作表 其實非常好 好記就是 你就記 什麼呢 記一個 sheet add就好了 那後面這些呢 其實沒有沒有關係 你就add 點add sheet.add 那sheet.add 指的就是 他增加了一個 工作表 可是呢問題是 他 插入的時候 他會放在哪裡呢 他會放 他不會放在 他放的位置 add之後你會發現 他會 他可能就放在哪裡 放在這中間 他不會放在 最後面 所以呢你要讓他怎麼樣呢 可以放在 最後面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放在的位置 後面呢會給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呢 就是叫做 apt 冒號 等於 然後呢 sheet sheet 然後來sheet.com 這個是 他的一個屬性 什麼叫sheet.com sheet.com就是 總共有幾個 工作表 他會回傳 那我們就在哪裡呢 aptor 比如說呢 這邊有 已經有三個 對不對 然後add 他就自動怎麼樣了 放在 aptor 第三個後 他就變第四個 那其實如果你不記得 沒有關係的 其實有時候可以按 f1 比如說你在sheet.add 按一個f1 f1按下去之後的話 這邊都有 方法說明 那如果說你不太清楚 他這邊不是有sheet.add 對不對 點下去之後呢 這邊就有了 比如說 add的後面這邊有個sample是before嘛 那before哪一個 你也可以改成after before的話就是在哪一個工作表的前面 哪一個工作表的後面 那後面名稱的話你可以用 worksheet 或者你可以用sheet 然後因為我覺得